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利转贷在主观上必须要以转贷牟利为目的 在客观上要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 高利转贷他人 所以在主观上高利转贷的目的必须要产生在贷款之前 如果你贷款了之后 发现钱时代太多了 没地方用 怎么办呢 所以就把钱又转贷给别人 这个是不构成高利转贷罪的 因为你这个转贷的目的并没有产生在贷款之前 好 在客观上呢 他必须套取的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 那关于这个信贷资金呢 到底包括不包括这个担保贷款 这个呢 在学说上有一定的争议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信贷资金应该做狭义的理解 只限定为信用贷款 因为只有信用贷款呢 才可能在实贷上动摇金融机构资金的安全 如果是担保贷款的话 他其实并不会动摇金融机构资金的安全 请各位注意 我们在解释任何法条的时候 一定要从实贷上进行解释 经济犯罪并不是单纯 侵犯经济管理子序的犯罪 他必须在经济管理子序背后 还有某种实大实的法义 这个就是所谓的法义还原理论 所有的超个人法义 社会法义和国家法义 都必须要还原为个人法义的一个聚合 而不是笼统的抽象利益 也不是笼统的抽象行政管理子序 这个是大家注意 只不过有争议 我们都不会考 好 贷款诈骗 贷款诈骗呢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 来骗银行的钱 所以一定要注意 他一定要有一个非法债用的目的 这个非法债用的目的 也必须要产生在贷款之前 所以如果贷款之后还不起了 这个就不能够认定为贷款杂骗罪 所以他的行为方式 12345 这个其实都不用去看 抓住他的本子 就是采取各种欺骗手段 骗银行 让银行陷入认识错误 然后把贷款交付给你 而你在贷款前 就有一个不想还钱的意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呢 在2006年就出现了一个罪 叫骗取贷款罪 因为骗取贷款罪 跟贷款诈骗罪 两个罪最核心的区别 就在贷款之前 有没有非法债用的目的 那么05年 上海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件 叫缺户品案 因为05年 中国的楼市开始高涨 那么后来呢 国务院就要求各银行 自查金融危险 然后就发现上海有一个银行 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陆家嘴直行 有一个严重的违规放贷的风险 像一个叫屈护贫的个人 居然发放住房按揭贷款 高达数亿元 一个个人买房 能够贷数亿元 后来越查 越觉得触目击心 因为发现屈护贫这个人 是一个假的 是一个这个房地产公司 是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中介公司 然后把所有的职工的名义 统一收集 统一出具收入证明 统一向银行申请住房按揭贷款 因为在当时 帮你住房按揭贷款 非常的容易 只要你有一个名字 有一个身份证 有一个收入证明 就可以贷 那换言之 假借职工名义买房来炒吧 通俗的来讲 只要你有20%的首付款 剩下的80%的钱 都是银行给你的钱 但是这个行为 后来为什么被发现了呢 他其实被一个保安给发现了 这个保安呢 以前是这个房地产公司的保安 那后来呢 由于效益不好离职了 去昆明了 然后呢 有人说你小子在上海混得不错 居然都买房了 买的还不是一般的房 买的是高档楼房 叫世贸滨江花园 后来这个保安就发现 自己真的买房 而且还有人每个月暗期 为他归黄月供 所以他就要求住进去 所以就暗房 那请问他定什么罪呢 很多同学说 那能不能定贷款诈骗罪呢 首先提醒各位 贷款诈骗罪 它只能是自然而犯罪 它不包括单位 那如果是单位贷款的话 那不能够定贷款诈骗罪 只能追究自然的 贷款诈骗罪的责任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它是因为叫贷款诈骗 因为他想不想还钱 他其实还是想还钱的 而且这个钱呢 确实其实也还得起 因为随着楼价逐渐高涨 其实也是还得起的 所以按照当年的法律规定 其实就很难入罪 这就是为什么 2006年我们通过了刑法修正案6 增加了一个罪 叫骗取贷款罪 所以像这种行为 在2006年之后 就可以定骗取贷款罪 那什么叫骗取贷款罪 骗取贷款罪呢 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的贷款 然后给银行 给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的这个损失 但是骗取贷款罪 2006年出台之后 它也有一个重大的威胁 就是导致处罚范围的无限跨大 换言之 只要你到金融机构去贷款 然后你主观上也想还钱 但是你客观上呢 有一些资料是做假的 那么这些做假的行为 就可能导致你构成骗取贷款罪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着欺诈 但并不是所有的欺诈 都应该以犯罪论取 因为刑法只打击 最严重的道德不法刑 因为当年的法条 骗取贷款罪 它有两个入罪模式 一个是造成严重后果 一个是情节严重 那情节严重呢 根据事发解释的规定 只要数个足够的大 只要你骗取贷款 一百万以上 那就是情节严重 不管你以后还了没有 那大家知道 如果这个贷款买房 这个你这个贷款的钱 那可能都不止一百万 很多时候贷款买房 可能资料都有一些水分 比如你的收入证明 比如说你其他的一些证明 那可能都有水分 甚至这个水分 都是中介跟你一起做的 是中介鼓励你这么去做 所以这种行为 其实具有一定的社会相当性 我并不是说这种行为是道德的 但是这种行为是否以犯罪论 这个还是值得慎重对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 我们删除了情节严重的这个条款 所以骗取贷款罪 它不再是情节犯 它变成了标准的结果犯 那必须要造成重大损失 也就是这个钱最后是还不了的 才构成骗取贷款罪 这个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 要特别注意 好 下一个罪名呢 是违法发放贷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 当然我刚才也说过 贷款诈骗罪呢 它是自然人犯罪 那如果单位贷款诈骗的话 那单位贷款诈骗 就直接追究自然人贷款诈骗的责任 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年考过 某个单位从事贷款诈骗 该单位构成贷款诈骗罪 那显然是不选的 因为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好 违法发放贷款 违法发放贷款呢 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违法国家规定发放贷款 数额巨大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方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贷款条件 却发放贷款 那就属于违法国家规定 发放贷款 所以有一年就考了一道题 所以一个农民兄弟到信用社去贷款 他要贷20万 这个信用社主任说 一个身份证只能贷5万 这样吧 你再找四个身份证 这样给你贷20万 不就得了吗 农民兄弟就去再找了四个身份证 贷了20万 那很明显在这个案件中 你从直觉来说 这两个人谁更坏 主任更坏 还是农民兄弟更坏 我相信大家的直觉会做出朴素的判断 因为肯定 如果说构成犯罪的话 如果这个信用社主任不够能犯罪 那农民工更不够能犯罪 因为在道德不法上 信用社主任更坏 所以你一下就可以选出排除法 那最后答案是 信用社主任构成 违法发放贷款罪 农民工不构成犯罪 用的直觉就可以了 好 洗钱罪 那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犯罪 因为2021年 我们洗钱罪有所有的修改 这个修改 关键是自己为自己洗钱 也构成洗钱罪 不再使用期待可能性 洗钱罪的七种善由犯罪 是毒品犯罪 非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 走私犯罪 贪污贿赂罪 破坏金融管理子序犯罪 和金融诈骗罪 这七种犯罪 当然这七种犯罪 包括直接所得 也包括间接所得 比如说敲诈勒索 它并不属于这七种善由犯罪 但是如果你的敲诈勒索 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敲诈勒索 那当然属于洗钱罪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只不过关于这七种善由犯罪 我们采刑事说 还是采石子说 在学术上也有一定的争议 那我们的通说认为 采取的是刑事说 所以它必须在刑事上 是要符合这七类犯罪 比如说这里的贪污贿赂犯罪 那它仅指的是 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犯罪 但是有一年考试 采取了一道开放性考法 所谓开放性考法 其实就是看学生的逻辑能力 虽然通说采取的是刑事说 但是在这道开放性试题中 它说的是 如果认为洗钱罪的善由犯罪 可以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犯罪 所以有一年就看大家的逻辑示威能力 它说如果洗钱罪的七种善由犯罪 需要从实质上来进行把握 并不一定需要限定为 刑法分则的具体的类罪名 那么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 收索贿赂 然后你去洗钱的话 那也构成洗钱罪 那毫无疑问 这种说法就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采取刑事说的话 你这里的贪污贿赂犯罪 只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犯罪 也就是说这里的社会 只限于国家工作人的社会 那显然就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社会 所以它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但是考过这种开放性试题 其实开放性试题说白了 就是训练你的逻辑能力 也就是测试你的逻辑能力 当然大家掌握通说 我们这里的通说七种善由犯罪 只限于刑事上的七种善由犯罪 它必须是刑法分则 所规定内准语 正确的贪污贿赂犯罪 即是刑法分则第八章 所说的贪污贿赂犯罪 按照通说 它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那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然后又洗钱的话 按照通说 那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主体 只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它并不构成洗钱罪 但是如果是官员受贿 然后又洗钱 那官员既构成受贿罪 又构成洗钱罪 那就应该输罪并法 因为现在自洗钱也构成犯罪 这里稍微给大家补充一下 大家首先以掌握通说为主 那构成洗钱罪呢 应当以上由犯罪的事实成立 为认定前提 所以上由犯罪 尚未依法裁判 谈查证署时 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上由犯罪的事实可以认定 但依行为人死亡等原因 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也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所以从构成要件的角度 这种的上由犯罪 只要符合构成要件的 该当性违法性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考虑责任年龄 比如说13岁的小孩贩毒 你为这个孩子洗钱 我们认为也直接构成洗钱罪 也直接构成洗钱罪 洗钱罪呢 有五种行为方式 一二三四五 这五种行为方式的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不需要背 我们的事发解释 规定了七种洗钱方式 总之洗钱的本子 其实就是把黑钱变成白钱 或者变成灰钱 就是让你看不出 它是黑钱了 那就可以了 可以是白钱 也可以是灰钱 所以它有很多 很多种洗钱的方式 比如说最典型的洗钱 是方式的汇款式洗钱 通过银行来汇款 现在有很多人 直接把黑钱 用于给网络主播来进行打赏 那其实这个直播 网络主播呢 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 黑钱公司 然后你给他来打赏 通过打赏 那不就变成白钱了吗 还有这种混业经营式洗钱 把黑的生意和白的生意 参在一起 那这个钱就给你洗白了 还有赌博式洗钱 把这个钱用于赌球 那么至少这个钱就不黑了 就变成了灰钱 还有这种越境式洗钱 只要把钱带到境外 那一律以解为洗钱 因为你逃避监管了 总之这个洗钱的本子 就是把黑钱变成灰钱 黑钱变成白钱 那都叫做洗钱 但是我问各位一个 稍微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 看看各位同学的 法律思维能力 那我给领导送了500万的文物 慈禧太后用过的马桶 送给领导 领导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觉得这个马桶怎么用呢 然后领导就拿着这个文物 去换了一套房 那么房地产商也知道 领导这个文物是收的 所以房地产商 用领导收受的贿赂文物 给领导换了一套房 请问房地产商该当何罪 那领导毫无疑问 构成受贿罪 送文物的人毫无疑问 构成行贿罪 那房地产商构成的是洗钱罪 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 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是基本罪 洗钱罪属于特殊罪 那么通说认为 因为洗钱罪啊 各位一定要注意 它属于刑法分择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子序罪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子序的犯罪 所以它一定要跟金融管理子序有关 但是你说拿这个文物换房子 这跟金融管理子序是没关系的 因为它也没有过银行 既然跟金融管理子序没有关系 那我们认为就不应该认定为洗钱罪 那就直接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这其实又是一种什么解释呢 这是一种法义的限说解释 因为洗钱一定要跟金融管理子序有关 它必须要破坏了金融监管秩序 那么在这个文物马桶换房子案 跟金融管理子序没关 你就没有必要认他洗钱了 你直接认他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就OK了 当然这种题目如果要考 那肯定属于比较难的题目 所以说如果我出题 我一定能保证你得零分 而且是你认认真真学了一年以上的刑法 我保证你得零分 如果你从来没有学刑法 那你工具常识 你至少也能够得25%分 但是你认认真真学了一年刑法 我就知道你的七寸在了 所有的题都往你的七寸打 最后你得了一个零分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要出难题这并不难 但是要出一道难度适中的题目 那这个就很难的 因为它要有一个区分度 我们现在客观题的通过率 基本上就是40%左右 所以你一定要保证40%的人 能够过客观题 那主观题的通过率 也许也是40% 30% 那有人说那两个都40% 那不就法口的通过率是80%了 那看来你的数学水平 水平是很高的 然后呢 这个是洗钱罪 洗钱罪的主观罪责 那它必须是故意 而且呢必须要存在明知 即知道为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 进行洗钱 但所有的人被抓都会说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那就进行推定 那就进行推定 你像广东佛山 有一个中国第一例洗钱案 那欧某两兄弟是毒贩 现在准备精品洗手 找到张三 说兄弟有什么赚钱的活 看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有什么场要转让 能不能告知兄弟一下 张三说没问题 但你们俩愿意出多少钱 来旁一个场呢 欧某兄弟说 这个就无所谓了 钱多少都可以 我们呢也不缺钱 我们主要是想找个侍者 张三就说 不知道两位大哥是干啥的呀 大哥说 这个你就别多问了 问多了对你不好 所以后来呢 佛山有一个木材厂 张三就找到欧某两兄弟 说这个木材厂呢 要转让股权 问你们两兄弟 有没有兴趣 把这个股权借下来 欧某说可以呀 同时又对张三说 我们两兄弟呢 也不懂经营 要不你做我们公司的总经营怎么样 那个时候好像是1998年 所以一个月给你两万块钱的公司 而且给你配一部奔驰的小轿车 张三说这是好事 但张三平常的工作是啥呢 他其实也不管具体的业务 他的业务就是作战 把黑钱和白钱 就是欧某兄弟会给他一笔钱 让他把这笔钱做成公司的盈利款 这样黑钱就被洗白了 那最后把张三抓了 张三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毒贩 我对天法事 我不知道他是毒贩 他怎么会是毒贩呢 长得那么和蔼可心 一个月给我两万块钱 这怎么像毒贩呢 一点都不毒嘛 那大家觉得从经验法则上 你能不能知道 这两个人的前来路不走 那我看还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他通过一个经验法则的 这样的一种推定 那就可以了 明知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来进行推定 洗钱罪的主体 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那么再次提醒各位 因为刑法修正案十一 先删除了协助一次 191条 大家可以看个法条 以前呢 他有协助 协助转账 或者协助干嘛干嘛 现在把协助给删掉了 那既然把协助给删掉了 那就意味着毒贩 自己为自己洗钱 也构成洗钱罪 毒贩把这个钱 从境内带到境外 那么显然逃避金融监狂 那毒贩构成贩卖毒品罪 同时构成洗钱罪 述罪病犯 所以这里面呢 就会导致跟共同犯罪的一系列关系的稳谋 我是一个毒贩 让张三帮我把钱汇到境外 那张三构成洗钱罪 毒贩构成贩卖毒品罪 同时和张三构成洗钱罪的共同犯罪 毒贩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和洗钱罪实施述罪病犯 这就是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有着重大的不同 因为盗窃之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是不法的 对于盗窃罪是不法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还记得我们刚才那个案件吗 张三给领导送了一个死洗太后用过的马桶 那这个领导和这个房地产商换了一套房 那领导构成的是这个社会罪 而房地产商构成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领导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如果你要认为它构成洗钱的话 那领导就构成社会罪和洗钱罪 宿罪病犯 那房地产商就和领导共同成立洗钱罪 但是我们认为 因为在这个马桶换房案中 没有侵犯金融管理子序 因为跟金融监管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我们认为就不需要订洗钱罪 直接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就可以了 而洗钱与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关系 那如果事先通谋 事后因为上游犯罪分子洗钱 那么属于共同犯罪 那事先如果没有通谋 事后知道来源的规法是 不成立共同犯罪 直接认定为洗钱罪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面也请各位注意赘述问题 你跟走私犯罪分子通谋 为其提供资金账号 那现在按照法律规定 你构成走私罪的共同犯罪 毫无疑问 但你事后又为其转移资金 那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 你其实还构成洗钱罪 那也就意味着你和他既构成走私罪的共同犯罪 你们两人又构成洗钱罪的共同犯罪 应当恕罪病犯 因为自洗钱现在是要进行打击 我希望给大家表达清楚了 张三贩卖毒品 我明知道他贩卖毒品 我事先就跟他同谋 兄弟好好的卖毒品 之后你得到黑钱 我全都跟你通过赌场 通过给网络主播打赏 给你洗白 所以毒贩很开心 就拼命的放毒 那显然我们两人成立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 那事后我又为你实施的洗钱 所以我和毒贩又构成洗钱罪的共同犯罪 应当恕罪病犯 但是如果我事先没有通谋 只是事后为你提供洗钱 你让我帮你洗干净 我帮你洗干净 那我们两人不成立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 毒贩个人构成贩卖毒品罪 但是我们两人成立洗钱罪的共同犯罪 好 与其他犯罪的区别 刑法312条有一个兜底罪 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所以如果不是为这七种善有犯罪洗钱 比如说为盗窃犯罪分子洗钱 为抢劫犯罪分子洗钱 那么我们就直接构成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所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它其实是一个大圈 在这个大圈里面其实有一些小圈 大家可以画一个圈 大圈 大圈里面有两个小圈 一个小圈是洗钱罪 还有一个小圈是349条的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专罪 那大家就会注意洗钱罪跟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专罪 其实是有一个交叉关系 洗钱罪它是把黑钱变成了白钱或灰钱 但是窝藏转移毒品毒专罪 它并没有把黑钱变成白钱 它还是黑钱 这是黑钱空间位置出现的一个转 比如张三贩毒得的钱 我帮他背到他乡下老婆那去 那么单纯的背到他乡下老婆那去 那就是窝藏 这个毒专罪 但是如果你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 给他汇给他老婆 那我想那他就可能构成洗钱了 因为跟金融秩序有关 如果他老婆在缅甸 你给他背过去 那现在既构成 转移毒专罪 那其实也构成洗钱罪 因为已经跨境了 逃避金融金管 那就想象进口 从移重罪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掩饰隐瞒跟洗钱的关系 掩饰隐瞒是大权 洗钱是小权 所以要注意主客观 相统一学术的问题 那看一看这个想一想 刘某伪造货币 获利破空 并告知丙 此前是盗窃所得 让丙帮其投资 掩饰犯罪所得 问丙构成何罪 伪造货币罪属于刑法分择 第三章第四节 那破坏金融管理子序罪的犯罪 所以它是洗钱罪的善有犯罪 那也就是说 丙 主观上是想 主观上他并不知道 是破坏金融管理子序罪的犯罪 他以为是盗窃犯罪所得 所以主观上是想实施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但客观上是洗钱 主客观在哪个范围里重合呢 主客观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 范围里是重合的 所以刘某构成伪造货币罪 而丙呢 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然后再看第二道题 张三是电诈犯罪分子 让理事为其洗钱 两人应该如何定性 很多同学一看到电诈 就认为电诈可能就是金融诈骗 这个是错误的 电诈只是普通的诈骗罪 注意电信诈骗 它只构成普通的诈骗罪 所以张三只构成诈骗罪 那理事为其洗钱 理事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所以张三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是不处罚的 张三构成诈骗罪 理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除非我们说张三是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分子 或张三是保险诈骗的犯罪分子 因为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 属于刑法分子第三章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的犯罪 因为我们说这个七种 善用犯罪 它必须是金融诈骗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张三是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分子 让理事为其洗钱 那张三构成信用卡诈骗和洗钱罪 数据病法 理事和张三在洗钱罪的范围内 成立共同犯罪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金融诈骗罪只包括八种金融诈骗罪 它不包括266条的普通诈骗罪 也不包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 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要特别的注意 好 我们洗钱罪就给大家讲了